我覺得擔心一定會有啦 可以說一下為什麼會擔心嗎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過得好好的啊 那如果你突然中國就突然一個飛彈打過來 也是蠻可怕的 那你擔心的程度有多少 就是你是大概輕微的擔心 或者是你真的非常焦慮 這件事情有可能會發生 其實也說不準 因為現在事情就是還沒發生啊 所以硬要說擔心的話 就是輕微擔心吧 那你覺得 中國真的對台灣發動戰爭的可能性高嗎 我覺得其實不高 因為如果真的中國硬要幹的話 其他國家也不會放著不管 像是美國 所以你相信如果真的發生 美國會來幫我們 你不會覺得說他只是說說的而已 我覺得會啊 如果他不來幫的話 大不了我們就唱中國國歌嘛